收复台湾,我是一定捐款 打美国,我要拉成家财 打日本,我要拿命餐餐 动我光处,你试试看 加油 各位财富,各位韭菜,各位难民 大家好 欢迎大家准时收看我的节目 中国 我在互联网上看中国 因为我现在也没回到中国 我发现中国已经成精神病院了 疯子越来越多了 经济越来越不好 精神病越来越多 精神胜利法 看一下旁边的视频 收复台湾,我是一定捐款 打美国,我要拉成家财 把日文,我要打命餐餐 动我光处,你试试看 加油 看 精神病,精神病,这已经是精神病了 这在功利上不好好干活 竟想这些什么收复台湾的事情 收复台湾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现在说话声音要小一点 为什么 这两天有点累 这两天确实有点累 因为我看这些五毛粉红的视频 把我给笑了 都给笑傻了 你收复台湾,台湾跟你有啥关系 你要捐款 你有毛钱 你有六亿人收入一千块钱 你咋捐款 说打日本要怎么 要 掏光家产 你就没有家产 你家产都是富的 群光那一个 连个老婆都没有 不要说老婆 连个女朋友都没有 你还掏出啥家产 啥都没有 共产党也是厉害 共产党真的厉害 把这四级人民都给整得 服服帖帖的 而且都给你洗脑了 大局为重 把你这个 就80%以上的人 都给你洗成傻子了 那剩下了20% 你觉醒也没多拿用了 因为你觉醒的话 因为人啊 人天生是一种虫种动物 真的 人天生是这样 你不要把人想得多么聪明了 比尔盖茨巴菲特多么聪明 比尔盖茨巴菲特 如果出生在墨西哥 啥都不是了 知道吧 人这个东西 习近平如果 他爸不是国家领导人 习近平能当皇帝吗 最后他来了一句 说什么 打美国 要什么 掏出命来干 什么玩意 就是要豁出去了 首先你打不到美国 真的 你要想打美国 那得有多远 开一个登陆舰 开一万公里 从中国上海开始出发 一直到洛杉矶 那得一万公里 如果从洛杉矶再到纽约 那得四千五百公里左右吧 你 你根本打不到美国 你就别想了 太远了 一个台湾海峡 你都跨不过去 你还想打美国 疯了 精神病了 现在中国这帮人吧 精神病 包括我发现 我在美国遇到了 有一些中国人 刚刚出来的 我感觉也有点精神病 因为他那个封城 把人给封赏了 之前我观众还跟我讲过 他跟我说 你能想象一下四个月 一直待在家里面 就不出门 中国都是商品房嘛 单元房 他跟我说 你能想象四个月啊 一不能踏出这个门 四个人都疯了 都成精神病了 但是呢 房租还是要交 房贷还是要还 就是 网络还是可以上的 该交的费用还得交了 就是不让你出门 工作呢 基本上肯定没有了 工作的话 如果你是私人企业 那肯定把你开掉了 那不 私人企业也倒闭的 中国他现在的经济 真的是 很严重 衰退的很严重 我这么讲啊 中国的经济 他必须以 百分之六以上的 这个百分比往上涨 这个时候 因为他经济 大部分的利润成果 是被少部分 高层分享吧 只有很小一部分的 那些利润 那些经济成果 被底层分享 如果说中国的经济 他没有达到百分之六 现在只有百分之五 今年可能是百分之四点五 那么 他底层的这些人 他就分不到了 但是上层的人 他还是会分到 大部分 因为他要吃大头 剩下的就是 一开始是什么意思 中国经济高速发展 共产党高官 吃肉 老百姓喝汤 现在经济不太好了 共产党高官只能 肉吃不到了 只能喝汤了 那你说 你这些小老百姓 你有啥 啥到没有 疯了 就像这个人一样 天天 干工地 在工地干活了 我不是说 在工地干活了就不好 毕竟挣钱嘛 都是工作嘛 对不对 而是说 你明明是韭菜 你还认为自己是粘刀 你明明是奴隶 你还认为 你是国家的主人 你还操心 要不要打台湾呢 要不要打日本呢 共产党来强拆你家 你能不能打 你考虑一下 能不能打得过呢 共产党 蔡先队 你能不能打得过 共产党计划生育 把你老婆给堕胎了 你想一想 计划生育 你怎么能打得过她 共产党不让你办呼召了 你能不能把那个公安局给弄了 他为什么不给你办呼召 共产党不让你换美元了 你想一想 怎么能把共产党那个什么 外汇管理局给办了 你多想一想这些 你别想台湾的事情 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哎哟 这波士顿天 对 夏天了 还有蚊子 波士顿今天又下雨了 我来这几天 纽约波士顿这个地带 经常下雨 这边又湿又热 它真的太像苏州了 太像上海了 皮肤都是很粘了 所以我不太喜欢这里 不是不太喜欢 它冬年又太长 我这人偶尔看一下雪比较喜欢 但是我不喜欢在雪里面 长时间生活 大概是这样 中国它是 哎哟 其实它 我是这么讲 过去二三十年 为什么中国经济 速度增长快 原来是零分 一九七八年 一九七八年比那个非洲还要穷 从零分 快速学习 学到了二十分 然后学到五十分 很快 等到六十分的时候 就麻烦了 因为你再往上 你就要到七十分 那就难 这一关就很难跨过去 中等收入陷阱 很难跨过去 其实中国不是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大部分人他属于低等收 他已经陷入低等收入陷阱了 因为他六亿人收入一千块钱 十亿人月收入两千人民币以下 就是三百美元 如果按照联合国公布的贫穷人口的标准 每天消费五点五美元 记住了 不是一美元 每天消费五点五美元 或者是四点五美元 你就是贫困人口了 就贫困人口了 你各种消费下起来 如果你每天只有四点五美元 或者五美元左右 你就贫困人口 中国这样的人有多少人 中国有五亿五千万人 你知道吗 按照联合国的标准 按照共产党标准 都已经全民脱贫了 这咱们 你信不信吗 不管你信不信 反正我是不信 知道吗 五年五亿人 中国十四亿人 中国的贫困率百分之四十 你就说中国的经济发展 发展啥呢 中国就是共产党发展的 共产党是统治阶级 你是小老百姓屁民 就是说全况 要么去富士康打工 要么把你的零件给拆了给卖了 要么是女的就去卖银 要么男的就是卖狐狸 基本上中国就是这么回事 你以为中国是什么国家 没法看呢 全程精神兵呢 就像我这 你自己能不能吃得好一点 喝得好一点 喝得干净的水 你看我在美国 至少我喝得干净的水啊 我放心了 你嫌你啊 好吧 我又想这么多了 拜拜